真的假的 反正我挺忘了 他说他给外头抽奖了 那钱钱的发是一定都不别回 那这事钱钱知道不知道 这我也不知道 不过你给钱钱 和我暂时有他那要强性 都是就他也不会说 怎么样 这个事你可千万不能当着 人钱钱的面说 另外这个事也不要再给别人说了 你就假装不知道就行了 这赵这混蛋 我又不啥 这不就跟你说了 是不是 那还有呀 那钱钱他爸 那肯定还得帮啊 那毕竟是钱钱的爸 是不是 本来我还说 今天钱钱为啥这么伤心 另外 对他帮他爸这一点吧 他有点忧郁 我就想着 肯定不管是因为钱的问题 他这下不全明白了吗 哎呀 你哄啊 我感觉是钱钱他爸 对你不是很友好呀 这个吧 我也能理解 毕竟他不了解我 是不是 我都想不明白了 他为啥不叫你追钱钱 你说他咋想的吧 那具体也没啥 我也不知道呀 那我也想知道 是不是 不过这个事吧 也记不来 哎呀 你看 这个 这广告 广告 跟你说话 正事都忘了 你等等 我打个电话 我先把正事先办了 啊 好好好 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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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啊 那个 倩倩的事 那不是倩他爸又回来了 一回来就喊出去了 那不是出去就能啥的 问倩倩的倩倩不过说 他也不过说 哎呀 没事 那昨天倩倩都跟我说了 没有啥大事 都消失 好解决 你放心吧 是 消失 那消失无啥不打 你别说 你得出去说 哎呀 那不是倩倩罢了吗 出去说的一会儿也正常 没事 你别打紧了 哎 你爸 我饭也乱了 哎呀 妈 没事啊 如果你说了 不让你问了 你进屋吧 我们跟我说几句话 那正年也不会 嗯 那个 倩倩 嗯 这个呢 你先拿着 然后呢 不够了 你再跟我讲 明码是你的生日 呀 洪哥我不能要 你收起来吧 你看 你又开始跟我客气了 之前我都跟你说过 有什么困难 你直接找我就行了 你知道今天又回来干什么吗 就为了跟我说 我的年龄也不小了 我的婚事他来定 都帮我物色好人选了 还不让我瞎胡闹 我瞎胡闹 这么多年 他连对我们家 最基本的关心都没有过 几年不回来一次 回来就跟我说 我的婚事他来定 凭什么 他的事我不管了 我跟他说过了 我没有能力去帮他 我现在连自己的感情 我都做不了主了 倩倩 你听我说 那叔叔现在毕竟是遇到困难了 我们呢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帮他 那另外 生意上的事 还有感情的事 那也是两码事 两码事 他先为了自己的生意 开始操控我的感情了 什么对方的儿子 都有钱都有钱 什么是他多好的 是一伙伴 这是一个父亲 应该对女儿说的话吗 倩倩 我非常能够理解 你现在的心情 但是俗话说 救急不救穷 叔叔现在毕竟遇到困难了 我们该帮还得帮 但是我们两个感情的事情 我们会证明给他看 不是他说了算 是概念 看一下 给你看 也是